首先要恭喜新娘 挑到一個認真負責聰明的老公 加之獎愛的地方 要珍惜這個願望 兩年半前 謝伯宏跟太太結婚 邀請柯文哲在婚禮致辭 新人甜蜜受勾手 不使相識而笑 弥漫粉紅泡泡 不能看出柯文哲對謝伯宏 讚譽有加 因為他確實是柯文哲愛將 歡迎收聽 Soul Road Zone 我是主持人Bob 今天呢 我們也是一樣來討論一下 最近很熱門的 這個房市的話題 謝伯宏身為民眾黨秘書處主任 同時還監管網路部 主持節目涉略各種議題 也負責舉辦黨代表大會 擬定政黨規章 甚至入黨審查 也在他的管轄範圍 寄稱就是 他是實質上的秘書長 包括要跟黨主席 柯文哲傳達事情 或是說黨內的 有什麼任務要指派 都是由他來進行傳達 謝伯宏2018年經過海選 加入柯文哲競選團隊 之後進入市政府 當柯文哲隨行 負責追蹤列管事項看公文 之後被柯文哲點名 帶人到新竹幫高虹安助選 高虹安的政策論述 活動至此稿 甚至對外說明 都常出自謝伯宏之手 原來是高虹安的文稿軍師 扶選有功高虹安慎選後拔卓入府 而謝伯宏不僅工作能力強 還是匪陶匪成員之一 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嘛 所以他們問我怎麼辦 我說自己的事情自己要處理好 要替自己負責這話說的容易 但高虹安上任不到一個月 政務官鬧出桃色風暴 恐怕影響不只自己 也重重打擊民眾黨籍高虹安 是否形象 相信喜歡情緒的朱樹君 太不報道